Walking down the street Feeling kind of low 嗨 大家好 我是May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今天教你們用一個啞鈴 就可以做到非常高強度的 臀腿運動 這一組訓練呢 男女都適用 那如果你是初學者的話 請用3到5公斤的啞鈴 那如果你是進階者或你是男性的話 建議使用6到12公斤的啞鈴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跟著May一起開練囉 這一組的每個動作大約是做40秒的時間 那中間會休息20秒 但中間有些變化型 如果你準備好的話 跟我先從暖身的動作開始 我們待會會先從瑜伽墊的底部 慢慢的來到平板的位置 接著一腳 往前 跨一大步 將寬部下壓 手穿過身體的另外一側 視線隨著手部的方向打開 那我們一邊會做兩下 回到中心的時候 屁股往上一推 啟動我們的核心 做完之後 直接換邊兩下 反覆這個動作 好 接著我們準備好我們的蛋 兩手用高腳背的方式手持我們的啞鈴 待會我們會做慢速控制的深蹲 兩腳的距離大約比肩膀越寬 腳尖朝外大約是成30到45度腳 下蹲的時候核心收緊 緩慢的下降 起來的時候嘴巴做一個突起 那過程中我們的背部保持平坦 不要駝背 感覺到核心的出力 深蹲的動作主要會鍛鍊到 我們的大腿前側以及部分的臀肌 那下一個動作來到我們的啞鈴擺盪 我們會先從一手開始20秒之後會換手 那兩腳的距離會比肩膀略寬 腳尖微微的朝外 背部保持平坦 做深蹲 別將啞鈴致放大腿中間下落至胯下處 直接站起 屁股夾一下 要避免手臂出太多力 直接擺盪至胸口的前方 核心也會同時的處理 下一個動作我們會做深蹲加肩推的組合動作 我們會先從一腳開始 那兩腳的距離大約跟肩膀是成一樣的距離 做一個深蹲 那另外一手可以保持平衡 在深蹲起來的時候同時做一個肩腿 因此會帶到我們全身的爆發力 主要鍛鍊到的是我們的大腿前側 臀肌以及肩膀肌群 然後三十秒做完之後我們直接換邊喔 i got the i got the eagle mcnav how to get in my bag and elevate make i'm mad i hustle till i'm tired i'm the michelin man cause my flow open doors 那下一個動作來到我們的單邊的硬舉 我們的兩手會橫拿一個啞鈴 那我們身體的重心會是在前腳 我們後腳就是輕輕的在後方墊著 那硬舉的動作會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們上半身前傾 屁股做後腿的動作 因此我們並不刻意的做深蹲 後退的同時你會感覺到大腿後側 骨二頭肌的地方緊緊的 並且刺激到臀肌 那接下來我們不休息 我們後腳直接往後方跨一大步 同時做一個二頭的彎曲的組合動作 注意我們的膝蓋跟腳尖都是超前的 下蹲的時候 下蹲的時候鼻子吸氣 起來的時候嘴巴吐氣 你可以的 那我們不休息 我們直接來到彩虹的跨步蹲 我們的後腳輪流的往左 往右的方向做一個穩定跟點地的動作 刺激到我們的臀中肌 來我們休息二十秒 這一腳做完我們還有另外一腳 你的骨盆會保持正直不可以的歪斜 上半身前傾核心收緊 動作可以慢 用大腦多感覺到我們的屁股 還記得嗎 我們不休息 後方的腳直接向後跨一大步 順勢做二頭彎曲的動作 可惜 一樣不休息 彩虹的跨步蹲 我知道你的臀腿的感受已經快炸裂了 不要放棄 你可以的 最後3 2 1 非常棒 稍微休息一下 最痛苦的組合已經結束了 待會我們會練習我們的側跨步蹲 那兩腳先給我一個寬站 我們的腳尖是朝外的 那手拿一個啞鈴 讓我們的啞鈴往我們對邊的腳靠近 上半身可以做一個前行的動作 那起身的時候召喚我們的側臀肌 回到中心點吐氣 那我們的另外一腳會盡可能的伸直喔 完整的下蹲 起身的時候多用我們的側臀肌來擺 那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直接往另外一邊進行 在下蹲的過程可以保持慢 在下蹲的過程可以保持慢 起身的時候多用大腦啟動我們的臀肌 來倒數3 2 1 往後 那下一個動作我們會做相撲深蹲加墊腳的動作 它主要會針對我們的大腿內側內收肌群以及核心 在下方可以多停留一下 接著起身的時候搭配一個墊腳的動作 因此你要穩定全身的肌群停留在上方 一秒之後直接下降 那我們的兩手臂垂直不要刻意的發力喔 於是要看到你 如果我死前會失去 以後我會失去 我會失去自己的天生 我會失去天生 如果我失去天生 我會失去你的愛 如果我失去天生 我失去天生 接下來的動作我們會做單啞鈴的停舉 那我们手拿一个哑铃 先从我们的双腿中间 跟做一个深蹲的动作 接着直接用全身的力气 将哑铃带到我们的头顶上方 我们的另外一手可以往侧边延伸 使身体保持平衡 起身的时候需要一个爆发力 Power 让我不休息30秒后直接换边 先不要高兴的太早 我们最累的动作还没有来 接下来挑战一下自己 做哑铃的深蹲跳 我们的哑铃可以轻松的垂放就好 做一个深蹲 起身的时候帮我做一个往上跳跃的动作 那如果你不想要朝到下面的邻居的话 我们可以就直接的做起身 还有体力的话 跟着我跳起来 倒数三 二 一 太棒了 稍微的喘口气 下一个动作 我们来到瑜伽殿上 成一个阳躺的姿势 我们要做的是青蛙的臀推 我们两脚的脚掌会朝向彼此 将哑铃置放于我们的骨盆上方 将哑铃抬起 使身体呈一直线 但是不要过度的拱腰 夹臀到顶峰 停留一到两秒 慢慢的下降 那最后一个我们会直接停留在上方 做一个15秒的停留 臀部一直夹紧 不要松懈 你可以做到的 倒数 三 二 一 很棒 接着直接来到单脚的臀推 那用我们下方的脚跟 作为一个支撑点 直接把我们的哑铃带起 一样在上方多停留个一到两秒 慢慢的下降 你会感觉到我们的大腿后侧 以及臀部的肌群 那最后一下一样帮我停留在上方 15秒的停留 出品的地方 好 锅 快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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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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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直接來到另外一腳 記得在做單腳臀推的時候 骨盆要保持正直,不要歪斜 夾臀的時候 嘟嘟的連結到我們的臀部 嘟嘟的連結到 即將來到最後一下 待會直接停留在上方 15秒的停留 撐住就是你的 3 2 1 給自己一個掌聲 臀推的動作還沒有結束 我們的兩腳肢放在瑜伽墊上 直接做一個小幅度的臀推 你的屁股可以下降到半空中 直接推起 我們會直接做一分鐘 加油 我們的意識不要鬆懈 一直連結到我們的臀肌 你會感覺到越來越痠 不要放棄 最後的8秒鐘 我們直接結束這個組合囉 倒數5 4 3 2 1 恭喜你完成今天的臀腿挑戰 恭喜你完成今天的臀腿挑戰 那最後會有大約兩分鐘的伸展 跟著我一起放鬆吧 那我們首先先來到歌式 完整的放鬆背部 還有寬部肌群 再多停留個10秒鐘 再多停留個10秒鐘 直接來到另外一腳 直接來到另外一腳 把我們的一腳跨在另外一腳的膝蓋上 我們的一手穿過兩腳中間 並抱著下方的腳 並抱著下方的腳 再給我10秒鐘 可以左右的稍微滾一滾 讓背部寬部都可以放鬆 可以左右的稍微滾一滾 讓背部寬部都可以放鬆 一開始都覺得沒事啊 到中間的跨步蹲超級足 還有最後面的停舉 跟壓鈴聲輪跳 真的很想要給他尖叫一聲 但是我很高興你們都順利的跟著我撐完 到最後一秒 給自己一個大力的掌聲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